萨特斯塔尔的新奶粒子正在勒紧得瑞 今天艾斯万就出来整活了 原本是知道艾斯万应该在 年底这个阶段放个年度总结 结果他们也确实是能藏纵使是萨看到了 也得鼓掌说一句 好活当少 在目前这个背景之下 这几个月能够上架的写真 基本上都是今年8月份之前拍的 这也就导致了不仅仅是数量少 新人也会更少的局面等到12月份之后 其实各个品牌手中囤起来的作品都快见底了 更何况是新人 然后艾斯万还能推出新人 在目前的新人市场 基本上就是海阔平约 量少趁我优的局面 这是天时 作用夜那号称是最高峰偶像女团的艾斯万 本身就是流量聚集的 那个闪光灯亮的有些谎言 这是地利 至于人和就是今天要说的主要点 艾斯万12月份的专属新人四公爱丽丝 光听一鸣就像是从摸笛子的数字预备一钟抢来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他另有来头 四公爱丽丝是个正儿八经的艺人 虽不及小凑四页那样是地面波偶像女团出的 但是他也是地面波选秀大赛出身 并且有着左左木系二世的称号 四公爱丽丝于1998年3月出生于日本被害到 从高中时期就开始做直播 2014年日本超大型演艺 娱乐公司举办了个选秀活动 16岁还在上高二的他就报名选秀 成为了32214名参赛人员之一 那一年的活动搞了好几个月经历了层层赛选 最终选出了19名人员进入决赛圈 四页爱丽丝就是其中一位 当时他用的是另一个艺名 因娱乐公司在中国也有分公司 原艺名就不蹭了 比较遗憾的就是 进入决赛圈的四公爱丽丝并没有拿到奖项 但是当时评委们也注意到了他 虽然没有成为前五强那家超大型的娱乐公司孩 是签下了他并开始打造他 最开始的定位就是让他去作为番组嘉宾登场 2014年年底就让他在某个有名的番组正式出道 尽管是第一次亮相 但是当时他坐在主持人身后就非常吸引目光 当时是在介绍一些恶性事件 他就坐在那充当表情包 一会儿皱眉头 一会儿很吃惊 一会儿在蒙 虽然首次亮相并没有这种介绍的 但是当时也在网上掀起一阵波澜 大家都在搜索XX番组XX期后面呢 各长得很像左左慕西的妹子是谁 所以四公爱丽丝也曾经小火了一把 之后就陆续一直在上一些比较知名的番组 也被自家的粉丝称为左左慕西二世 依照抬一个扁一个的XX定理 四公爱丽丝的粉丝甚至 打出过这是第二个左左慕西 XX某女神啥的一个能打的都没 不过这种引战的说法也引来了不少黑粉 粉丝口嗨让偶像被冲 我也不太能理解那种抬一个扁一个的操作 2015年算是四公爱丽丝的艺人时巅峰期 当时在不少番组中活跃并且还出了单体血针 也算是一位游走在地面波的综艺达人 但是这一类也是有着一些瓶颈 不是起就是落并没有什么太稳定的说法 且他签约的那家经纪公司很大 手头上大把的歌星影星需要打造 每年都有新人进来各种组团出道各种演出 像四公爱丽丝这种综艺咖也 不能说一直捧在手里堆各种资源 在2016年之后 四公爱丽丝的出镜率就逐渐下降了 2017年又发行过一本写真集 之后也不知道是上了大学开始以学业为主 还是出现了什么状况 总之就是出镜率逐渐的减少了 而他在2014到2016年这阶段 实际上也是积攒了一批粉丝的 毕竟曾经的他不仅是外星可爱 做的表情和表现出来的萌态都很 符合日本宅男对于卡哇伊的定位 四公爱丽丝的前一名停留在了2017年 从2017年至今也过了五年 虽然不知道这期间 他的人生轨迹是怎么样的 但是今天早上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尽管一名不一样了 尽管曾经的青涩已经退去 但是他还是被人一眼就认出来了 今早某日本论坛其实都在说这个事情 大致就是怀念那些年我们喜意 欢过的女孩如今出现在了艾斯万 这种心情是比较难以形容得出来的 套用下我有个朋友的比喻 就像曾经暗恋的对象在同学 会喝多了之后开始讲婚段子 明明感觉很悲伤却有种禁忌感 想要勾带一番的那种感觉 改名重生的四公爱丽丝 相比于五年前还是有点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又不大 还是被之前的粉丝一眼认出来了 但是相比于之前又有点不一样 脸更圆了一些无关并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塞边的线条相比于之前会更圆润一些 可能是智齿长出来之后对脸型有点小小改变 不过我比较在意的还是 四公爱丽丝的登场会不会 给星乃丽丝造成一些压力 我是觉得造成压力应该是会有 毕竟四公爱丽丝目前在这个阶段被推出来 卡的时间点很准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星乃丽丝 他不仅仅是靠外形在加分 他的技能点相对于新人来说已经是点满了 所以大几率就是两个大品牌的专属新人各自发展 TK应该是打不出太精彩的局面 就目前的新人市场来说也不需要竞争 只能说是谁能拿得出新人谁就能参与瓜分 整个12月份到目前为止 专属新人依然还是个位数 不过今年的艾斯万也确实是 很能藏浪年初推出了个400万粉的网红 年末再来个一人压轴 关键是原本6月份之后通过了新规 也就是说目前能发出来的 都是新规之前签订的合约从这个时间段去掐算 艾斯万今年上半年在新人市场 上得豪横一点都不输摸底子安吉香 在这里有得说到 IP社就是有点无奈的事情 今年的IP社其实在新人市场也有很不错的表现 巴密林和安吉香这两位就是比较 典型的侧重市场喜好推出来的新人 并且各自都发展的很好 但是依照惯例每年的12月份 IP社都应该象征性的出个新人的 这个也是IP社一直以来没 有名说但是一直在做的事情 结果今年的12月份新人断档了 这也不能说IP社没有准备 只能说大家都在6月份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从8月份开始各品牌都在拼家底 IP社光撑住档期就不错了 至于新人希望明年补上吧